足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们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喜剧惊悚励志影片 吉日快乐 我们的女主小翠 从宿醉中醒来之后一看 发现自己正睡在 陌生同学大眼哥的宿舍 小翠说这事一定要保密 绝不能传出去 小翠刚准备出门 大眼哥同宿舍的 小黄毛腿门走进来 说哥们昨晚上怎么样 把那妞上了吗 此时的气氛有些尴尬 大家都不说话 这小翠是学校出了名的不良少女 喝酒闹事滚床单 招猫豆腐当小三 常年游走在道德的最底线 打法律的擦片球 小翠往宿舍走的途中 遇到了这么几件事 首先是一胖个丫头 找她在倡议书上签字 然后是喷水头浇灌花花草草 棒球帽莫名其妙的女导 这姐妹刚走到门口 同学龙套哥突然把她拦住了 龙套哥说 我给你发短信 你怎么不回啊 小翠说 领我到快餐店吃饭 有你这么干 而且你那玩意 还没三明治场了 明显是发育不良 回到宿舍之后 舍友辛金妹说 你昨晚上在派费上的表现 真是太突出了 简直是庆端书 辛金妹说完拿出一小蛋糕 说今儿是你的生日 这可是我亲手做的 吃完再去上课 小翠甩手就把蛋糕 扔到了垃圾桶里 说这玩意可全是 碳回花药物 我可厚不住 转场之后 小翠去上老师人渣书的课 这人渣书虽然是一有负之负 但却整天在外面 循环万流招摸到我 这一来二去 就开始跟小翠下情侶 小翠到医院 找人渣书闷淡蜜的时候 遇见了社友辛金妹 辛金妹说 你这么做可不对啊 你再这么干 会受到道德的审判 小翠说 这事跟你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该干嘛干嘛去 这小翠在这方面是个吉堂 两人刚一见面 他就吹起来冲锋好了 说要要要起个闹 而就在这个时候 人渣书的老婆突然杀刀 晚上小翠去参加 自己的生日派对的时候 面具杀手突然出现 然后这姐妹很快就里面会发 这个时候镜头突然一软 小翠从梦中醒来之后 诧异的发现 自己竟然又回到了 大二哥的宿舍 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 都跟之前的一模一样 刚刚进屋的小黄毛 找他牵着的胖丫头 不长眼的喷水头 晕倒的棒球帽 尺寸不够的龙套哥 和拿着蛋糕的心机妹 所有的画面都出现了一遍 而且这一天呢 还是他生日那天 这下小翠可彻底梦圈了 转场之后 他本来想让老师 帮他解疑失货了 但任之二叔显然是误会 任之二叔说 虽然我很有魅力 但咱俩只是逢场 做戏们那儿秘 你也知道我有家庭 可千万不能动真感情了 两人正又亲又抱的时候 任之二叔的老婆又杀到 小翠晚上去参加 生日拍对的时候 那熟悉的画面又出现 他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妙 于是急忙改了道 虽然小翠顺利的来到了拍对 但是当他正打算 跟小帅哥瞎胡闹的时候 不幸又交了饭票 这时候镜头突然一软 小翠再次从大眼哥的宿舍里醒来 看到眼前的画面又复制了一遍 他的脑子算是彻底乱 回到宿舍之后 他把自己的困惑 跟新姬妹说了一遍 说今儿晚上有人要把我干掉 新姬妹说别开玩笑 这不是瞎胡闹吗 你肯定是又忘了吃药 既然自己有了预见性 小翠便开始行动 为了防止自己嗝屁 今儿晚上他哪儿也不打算去 可想打破这个死循环 绝没那么容易 时间不大小翠又挂 他从大眼哥宿舍醒来之后 把事情的来龙取脉 跟大眼哥说了一遍 大眼哥说 你被困在生日这天出不去 一定是有原因的 你好好想想 到底都得罪过谁 谁最想让你嗝屁 小翠说那多了去了 我平时的所作所为 人身共分 谁杀了我都合情合理 大眼哥说 你现在有了超能力 谁也别想让你嗝屁 你应该趁着这个机会 找出杀你那孙子 小翠一听觉得挺在理 于是便展开了行动 他用了排除法 把自己所怀疑的人 一个个找了验证 经过一次次的被杀 又一次次的复活 他不仅没找出杀人犯 还把自己折腾进了医院 人家叔说 你瞅瞅这片子 大窟窿小眼睛 照理说你的戏份 早该杀了心了 小翠说我得赶紧走 不然非死在这儿不可 人家叔说 你的病情非常的严重 能不能治好还不一定呢 现在出去肯定会丢了你 趁着人家叔出去 买饮料的功夫 小翠仨子聊 当他开着人家叔的车 刚跑到半路 就因为超速 被警察给拦住了 小翠灵机一度 心想监狱戒备森严 那儿肯定是最安全 于是金王说 警察叔说 我刚喝了药又喝了酒 你赶快把我带走 可警察这边 刚把小翠扔到警车里 就被面具杀手的汽车 撞了帽子泡 随后面具杀手一把火 就让小翠又交了饭票 小翠在大眼哥的宿舍 醒来之后 把情况跟大眼哥又说了一遍 大眼哥说别开玩笑 刚才你肯定是吃错药 小翠一一做了证明之后 大耳朵信了 小翠说 我跟我妈是同一天生日 不过她三年前已经去世了 我每一次复活 身体都会更加的虚弱 我可不能再这么 庸庸碌碌的过 我得改变 我得成长 这才是咱这部影片的中心思想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电视上突然播出了一则新闻 说有一名连环杀人犯 因为枪伤住院 这孙子在五个月内 连续让六个女孩交了饭票 非常残暴 小翠一看 马上就认为杀自己的人 那就是这王八蛋 于是他急忙跑到医院 说那杀人犯要孕育 赶快提高警惕 可狗拈兔晚一步 当他刚跑进病房 发现警卫已经被干掉 杀人犯在追杀小翠的时候 大眼哥及时赶到 但由于这哥们 没什么肉搏的经验 很快就领了航案 本来这小翠有机会 干掉杀人犯保护命 但为了让大眼哥复活 他主动上吊交了饭票 打仗开始 经过洗礼的小翠彻底改变了 那个曾经刁踪刻薄的 必吃不见了 脱胎换骨成了一位 积极向上团结同学 乐于助人的有志女青年 他不仅向室友 新妻妹道了歉 还正式向仁真叔 提出了一道两段 然后他又去跟自己的 爹地见了面 说我以前就是一混蛋的 不应该整天跟你对着干 我现在已经彻底的 喜性革面了 小翠忙活完之后 终于开始放大众 由于对所有将要 发生的细节烂出于心 因此没费什么事 就把连环山上饭给干掉 本来小翠以为 这一切都结束 这一切又开始重复 这下小翠彻底蒙圈了 因为只有他领了盒饭 昨日才会出现 他意识到此地不可久留 于是急忙回到宿舍 收拾东西打算跑路 可就在这个时候 新妻妹的一个动作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终于明白了 是他吃了新妻妹的 蛋糕嗝的皮 原来这个新妻妹 一直疯狂暗恋着人家书 看着自己的男神 跟小翠闷点蜜 他心里能不来心 于是他便在蛋糕里下了毒药 打算把小翠给干掉 不过小翠当时 并没有吃那个蛋糕 新妻妹一技不成又升二级 在小翠去参加派对的时候 戴着面具把小翠给杀了 为了转移警方的视线 新妻妹故意协助 那个杀人犯逃出了医院 让警方误以为 小翠的死是连环杀人犯干 影片的最后 是小翠和新妻妹的一场弱博战 邪不胜正 新妻妹最终领了盒饭 小翠再也不用左耳冲剑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小翠到底有没有被杀 简单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小翠被杀之后 利用循环的机会 挽回了自己的生命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一下 看似像个励志气 原来是一言轻句 张峰吃醋起杀心 你说这是又何必